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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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命好玩 大家好 我是何篤玲 我是郭敬塵 今天要來聊的是 Oh my God 我的命好苦 不要講這一句話 真的 有苦往肚裡吞 不要叹氣 不要一直說自己不好 老人都講這一句話說 不要詛咒自己 現在終於 對 很多次忍住死都不要講 對 再怎麼辛苦就說 還好啊 還可以 還不錯 但是人生起起伏伏 有的時候碰到一些坎坷 把這一關過去就好了 真的 來 歡迎我們命迪老師 首先歡迎張勝淑老師 老師好 老師好 謝謝歡迎鍾應君老師 大家好 來 接著歡迎Amanda老師 大家好 歡迎我們的特別來 老朋友來了 終於回來了 總有回家的時候 是 來 我們來歡迎趙琴 趙琴 大家好 依然帥氣 來 要不是因為趙琴呢 接下來這位來賓是 很多年不上電視了 很難請得到 真的 我們來歡迎張琴姐 張琴姐 大家好 老師好 鍾琳好 三位老師好 真的 琴姐 您根本不上這個 談話性節目什麼 今天是因為趙琴的關係 您才來 真的是因為他 因為我現在戲劇比較忙 所以 比較少上談話性節目 其實我是你們的粉絲 常看你們的節目 謝謝 真的 因為我也看很多老師的 命理節目 我覺得大家都很感興趣 難怪會做那麼久 那您說這個 我們常看我們節目 你看得不會心癢癢的 這樣想來算一算 不會 我看他算 聽他們講就好了 真的 您現在沒有關心關心 自己的事業孕 桃花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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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事業孕 還算不錯 太累 太多了 事業都一直不斷 我的事業孕 怎麼那麼辛苦 又太多了 哈哈哈哈 哦 來來來今天來聊天 是 哎呦 趙琴真的好久沒回來 十年 我等於是十年沒有回來 台灣拍戲 是 然後第一 這一次是回來宣傳我 十年以後在台灣的一個作品 然後這我們命好玩 等於算是我這十年來上的 除了我宣傳以外 第一個綜藝節目 哎呦 謝謝 也是唯一的老朋友 但講說好演員 就是當然人 自己本身的人生經歷要夠豐富 是 真的 人生如戲 泄入人生 來趙琴哥哥說 哎 你好意思叫人家哥哥 對啊 這很無聊 我們偶爾吃一個豆腐 人家明天見也就過去了 觀眾還以為我們比較年輕 你知道嗎 到我這裡我就 認識你是我人生中 最痛苦的事 說 你小時候為了不想跟 爸爸跟後母起衝突 你跑去住流浪少年之家 流浪少年之家 是什麼單位 它是政府的機構嗎 沒有 是基督教辦的一個機構 就是孤兒院它可能有好幾個老師 去照顧這些孩子 是 那我們住的環境 其實就是像孤兒院的地方 那只是我們是一個老師 管所有的孩子 而且這些孩子從哪裡來呢 就是其實政府就是在街頭 如果看到有孩子他無家可歸啊 或者沒有地方去 然後沒有飯吃 沒有家族 然後就會把他帶到這個機構來 所以比較辛苦 所以你個性也滿將的 那麼小 那時候大概幾歲 國小五年級 對 你寧願住在少年流浪之家 也不願意住在家裡 你是因為覺得 在那樣的家 自從有了後母之後 自己好像不是 那家裡的一份子嗎 還是為什麼 什麼樣的心情 才小五而已 會覺得想要離家出走 我相信可能很多的 大部分的孩子 如果說 在一個不是自己 親生父母的環境下長大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 抗拒的心態 住在那裡面是什麼環境 現在回想起來 就是真的會覺得 比較辛苦的環境 跟一般的孩子比較起來 因為一般的孩子 都會有父母親 可以照顧 照顧 呵護得很好 我們在那邊沒有 我真的記得 比較辛苦的就是 我從來不會 在同學的面前 打開我的便當 因為那時候 所以是住在那邊 但是念書是還是 對 還是到外頭念 所以流浪少年之家 會幫你們帶便當 對 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們的便當 是我一定不會 在同學面前打開 就是以前 同學的飯和便當 就是都會有大魚大肉 我記得都有 荷包蛋跟乳蛋 其實我都很羡慕同學的便當 然後我的便當 曾經提過荷包蛋 我們住孤兒院的時候 看到人家的荷包蛋 就荷包蛋 就很想吃 然後我的便當就是白菜 然後跟一個黃色的醬瓜 這樣 然後同學就會看到你的便當 就會覺得 這樣子 還有問我說 所以我不會給那個同學看到 所以我就會 在那個第一節 第二節下課的時候 就趕快把便當吃掉 因為你 如果你拿便當去蒸的話 中午就會 要跟大家一起吃 一起吃 所以我就不願意 尤其夏天 你如果擺了一個 你的便當燜在 那個抽屉燜一個上午 可能就會酸掉 所以我就會 趁第一節 第二節下課的時候 趕快把便當吃掉 然後當中午 大家在吃便當的時候 我就會離開教室 所以久而久之 就會被我們班導師知道 為什麼每次吃飯的時候 都找不到我這樣 然後以後班導師就會幫我 準備飯盒 其實小時候特別的感動 老師為我做這個事情 可是也是因為 老師幫我準備飯盒這件事情 而影響到我以後 我要去投考軍校 因為我就覺得 我再也不要住在那樣的環境 讓大家瞧不起 所以你一個早上 就可以吃兩個飯盒了 先把素的那個吃掉 第一節先吃掉一個 因為中午還有老師 就是當後來老師 有幫我準備飯盒的時候 有飯盒吃 我當然不要吃 自己的原來的飯盒 你們好搞笑 真的 人家講得很感傷 對不對 沒禮貌 不過我很感謝 本來我覺得 好像自己很可憐 結果後來 果然是綜藝節目主持人 就是因為他最尊心超強 太過高傲 可是傲氣的人 聽不了別人的勸 他就會把自己困住困潔 所以稱為窮 就像小孩子的時候 假設比如說 獨立如果你是個 然後大人要糾正你的行為 講給你聽 他不信心 你越講我越要做 是喔 最後被打了之後 就自己走到房裡困起來 不要餓死你兒子 不要餓死你兒子